主席 主席 等多一點 先升一點 議事規則未曾發生狀況 沒有人撿憑 沒有人哭 他真的死了 對 他一定有 一定有 要有影響 現在是兩點鐘 我現在在立法會大員會大廳裡面 現在狀態都在撤緊 因為原本的程序就是等我們宣完勢之後 就馬上選大會主席 但現在有兩個位置是未解決的 第一個就是秘書長 他有什麼權力 撞走那三位 不是撞走 有什麼權力是不執行 那個宣誓是要令到那三位議員 是沒有辦法參與 接下來是主席選舉 根據議事規則 其實是第十二條第二款 是寫到明 就是在所有出席的議員 做了這個宣誓之後 才是可以進行 要按照 那個 意思規則是第四條 就是做立法會主席的選舉 那如果 他是裁定 他是沒有辦法確定到 他的宣誓是否執行到 那就是未執行 未執行就是要秘書長去繼續 幫他去監製 就是要令到所有的立法會裡面出席的議員 今天七十個出席了 七十個立法會議員出席了之後 才能夠進行到下去 接下來是主席選舉 那所以 我們有懷疑 第一就是秘書長 他都是有個涉嫌月權 第二個 如果他不是月權 他用監製人的身份 去講他說 他洗詞有問題 那他就是一個 相當之 任意地用他的權 是一個arbitrary user 因為你會見到 過去 就是剛才那三個議員 其實他 所有的洗詞都講完 是講足了 以示規則就是規定 他需要完整地講出他的洗詞 那麼他當中用什麼語調 用什麼語氣 去講他的洗詞 是會不會影響到 就是所謂他主觀判斷 他有沒有改變他的內容呢 這個不是被秘書長 或者監製人 他自己用的權力來的 那麼他只要完整地讀完這洗詞 他是應該是能夠參與到 跟著下來的會議 並且是完成了整個宣誓的程序 那麼這裏就是 他要是月權 要是他濫容了他的權力 很不恰當地做了一個判斷 那麼這兩個都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而我剛才跟他談 他說可以JR 但是大家都知道 法院是相當之不願意去處理 立法會裡面內部的一些事務 包括今次我們這個秘書長 他有沒有問題 或者有沒有違反了 本身以示規則賦予他的權力 這件事呢 法院都是相當之不願 法院都是相當之不願意去受理 那麼所以我們能夠做的就是要他 就是確保到他給了一個機會 他們幾位議員是宣言 就是完成了一個程序 由70個人一起去參與 立法會主席的選舉 第二件事就是關於 立法會主席選舉的問題 我想剛才其實說了很多的了 到現在梁君彥他都未願意去 披露有關的文件 他那份Declaration到底 是不是盜首到底他居留權 是不是伴隨著他的國籍 是被取消了 因為基本法71條是定名了 立法會主席他是需要沒有外地的居留權 而現在他未懂得取得公眾疑慮 那假如說秘書處 他對於議員宣誓的 標準是這麼嚴格 就是有少少說錯話 或者有些口音說得不好 都說他不能夠肯定 可不可以幫他宣誓 那麼在這個層面上面 他就更加應該要 是不能夠肯定 他是不是一個合資格的 立法會主席的候選人 因為根本 其實秘書處也都回覆了 就是他沒有做到 任何書面的核查 他其實是現在秘書處 都是不知道梁君彥 他是不是放棄了 在英國的居留權 那麼你會見到 秘書處他這次處理手法 一是太過無短 太過曲解了 就是給他的權力 第二 一是他就是兩把尺 龍門任他搬 對於可能非建制派 反對派議員 他是用一個相當之嚴格的標準 甚至不合理的標準 但是對於建制派 立法會主席的候選人 他用相當之寬素的標準去跟共同 我不需要檢查你 這個 所謂JR這些事情 是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很有效地出來這些事情 只是真是要在這裏 是很簡單 其實只要建制派 或者秘書處做兩樣東西 很簡單就出來這個問題 第一就是給他們三個重新宣誓 然後我們 補充到立法會主席的選舉 然後在主席選舉當中 梁君彥他 完整地披露他 即其他有什麼十八家公司 我們都不理了 我們質疑他參選資格 披露他 是不是有一個很公司的檔案 是放棄了他的居留權 那這兩樣東西 能夠處理了我們才可以 拿到立法會選舉 要不然 其實整個規章 就是可以 蕩然無存 那今天兩點鐘的更新是這樣 那有什麼事情 我們再update大家 開會 各位 你們開不開 不開就出去 現在決定散會